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图这件事情怎么做呢 首先麻烦请你先去找 最简单的卡通人物笔画一定很少 而且他一定很可爱 什么布丁狗 什么Hello Kitty 连鼻子都省略了 嘴巴都省略了 对不对 而且几乎就是一个圆形的变形 小叮当也差不多了 好重点是 请各位例如说先找皮卡丘 最近不是很红吗 皮卡丘的图片 可以吗 好例如说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蛮可爱的 你就点它 滑鼠右键复制 重点是贴到我们的 Illustrator 这边 如果说你看那个 Adobe公司的原厂教材的话 第四章就在教你画图 而且花最多的篇幅介绍就是第四章 首先 钢笔工具 选到钢笔工具 好我先画这样子的曲线 那你会说 老师我就这样子画就好了 就是像那个铅笔 对不起 就像那个这边有一个 例如说这种笔刷工具 我就这样画不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画出来不好看 好因为它这个地方会自动产生那个不是圆弧的曲线 不好看 好所以我们要钢笔工具 那钢笔工具 第一个点 我点下去 第二个点按住 往右 有看到吗 往右 接下来呢 这个点按住 往右 按住 往右 是不是就可以画出 我觉得还不错的那个曲线 按住 往右 可以吗 所以 所以像这个地方 我不晓得你是希望正常的由左画到右 还是跟别人不一样 由右画到左 因为有人有右撇有左撇 等一下我就会看出来你先天是怎么样 这样知道吗 我不是在算命 就是有人画画的习惯 这没有固定的 只要你知道那个规则就可以了 好 因为像例如说我习惯是往右边画 可是有人是习惯这样子画下来 也有 那我习惯是这样子画过去也有 或随便 这个时候 我从这个地方画 下次我从这个地方画 都可以 可是你只要记住 你画画的那个方向 例如说这个点按住 对不对 假设我现在我刻意画在上面一点点 点它 我这边点一下对不对 这个地方按住 我是不是要准备 准备怎么样 往往这个方向过去 按住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接下来我是要往左下角那个方向去 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会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 AUTO 按住AUTO 往左下 往左下 可以吗 知道为什么往左下吗 因为那条线本来就是往左下跑 所以是不是移到这个地方 大概听得懂 我重讲一遍 然后等一下就要请你至少先画出这个东西 然后我再慢慢引导你去画这些边线 好 首先 我们先来知道说画曲线的方式 画曲线 刚刚第一件事情 我就用钢笔工具 然后第一个点点下去 第二个点 按住 往右 它就会从直线 本来我没有按的时候 它是不是直线 可是我现在要画的是曲线 所以我是不是要往右拖曳 它就会产生那个很漂亮的曲线 而且曲线要多少 那个看你拉往右边拉多少 它就切的程度给你看 那个切线 那个弧度的程度会变比较漂亮 当然你也不要拉到这么多 对不对 好 所以拉到适当的位置 接下来 按住它往右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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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请你们先动手做这件事而已 我们来画 换另外这个方向 我们从上面画到下面 可以吗 上面画到下面 好了 各位 这条线 这条线 我们现在如果想要把它删掉 删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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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殊吧 删掉 删掉 删掉两次 好 接下来呢 方面就用一下 我要画由上面到下面 所以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在第一个点 稍微下面一点点 往哪一个方向 往右还是往左还是往上往下 我要往哪一个方向画 是不是往下面这个方向画 对不对 看得出来吗 我白板上是不是写我往下画 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下面 然后这边往下面 这边往下面 然后这边往下面 可以吗 好 是不是就可以画成这样子 这是往下 走 画完 删掉两下 就删掉了 因为这是练习的 删掉 删掉两下 删掉 刚刚那条 画好的线 接下来我们来去画 它的边缘了 在画这个边缘的时候 请不要动到皮卡丘 不要动到它 就先把它锁起来 就好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影像锁起来 怎么锁 来画面就用一下 首先用选取工具才能选到东西 才能锁 所以选一点点就好了 是不是就整个选到了 因为你应该抠下一支图片 所以呢 针对物件有一个锁定 锁定针对选取范围去锁 我习惯都是用快速键 Ctrl加2 123的2 因为这个动作长做 所以长做 我几乎都会把快速键背起来 所以选到它Ctrl加2 就锁 你现在怎么样都选不到它了 可是呢 它会记录说这个位置 例如说假设我到时候画一条线 都会被记录起来 好 锁定我想蛮简单的 我们就直接继续来看画图 我们先画一条简单的线 简单的线 就是从这个地方 这边我是不是画到了 有看到那个毛 点一下 这个点呢 是不是按住 现在是不是平的 所以我是不是要画到什么一个方向 我是不是要往什么方向 它就会变成弧线 对 往左下吧 对不对 往左下 可是接下来我 接下来那个方向要画哪一个方向 是不是左上 所以Auto键按住 帮助我去转 好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按住 我是不是要往左下 让它产生漂亮的弧线 对不对 产生了弧线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往右下去 我这边是不是要等于是说 额外再画出一条不一样的方向的 做出不同的方向就对了 所以Auto按住 往这个方向 然后按住它 是不是往右下角去走一点 它是不是就画一个曲线 Auto键按住 往左下角移动 然后按住 然后按住 可以吗 Auto键按住 往左上 我先 请你先坐到这边 看你能不能画出来 OK 画完之后 我先暂时先这样子 就是把它拉到外面一点点去看 可以吗 刚刚是不是画这几条 几个线段而已 要当下一口气把它整个画完 把那边整个都画完 我们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画那个皮卡丘的边边 画皮卡丘的边边 这个就是我自己去画出来的 我们再重新讲一次 画面就用一下 看你的习惯是怎么画 例如说我从这个点开始画 所以我钢笔工具 这边点一下 接下来 对了 为了让我们看清楚我画的线 所以我稍微把它射出一点 好 第一个点点一下 第二点按住 往这个方向拖印 你要是这边放开 你等于说刚刚那条线就白画 因为假如说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你再去怎么调都调整不好 所以变成说 变成说你 假设这边又放开 你看 是不是越画越奇怪的线条 这样可以了解 我再说 所以delete 当然可不可以修复回来 可以 就是到时候 我还要再教你 这边有一个叫直接选取工具 只会直接选 就是选里面的那个 这个控制点 这个 毛 选毛 就是直接选取 很奇怪的一个名称 就是选内部的控制点 那个叫毛点 好 然后接下来 点一下这个地方 那我是不是这个点要把它拉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 AUTO 按住 再把这个 这个点 搬回来 是不是也是可以调整 变成你要花二次工 二次工 我接受说 假设你今天 假设哦 你今天你先做一件事 例如说 我先做画这个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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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先把它直接点完 是不是也可以画出那条线 这都是直线 画完直线之后呢 再慢慢把该式曲线的再修复一下 我可以接受 但是 这样子有点浪费时间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而且 当你在画画的时候 没有人在画直线的 就是 你应该一口气就直接到位 你画出来是曲线才对 方便让你慢慢会有设计感 记得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你画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画多 至少画一百以后 画一百个 从Hello Kitty 皮卡丘 到什么 哆啦A夢 你大概能知道不知道的 全部画完 一百个以后 我们再来谈创作 因为你的最后的目标 不是要模仿 可是没有模仿 是不可能有创作 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你要先模仿到非常逼真 非常像 你看HTC的手机 跟那个iPhone 这个长得真的很像 模仿嘛 先模仿 先到某一种程度之后 我们再来创造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建议你回去画一百个 画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等一下我跟你看 我那些学生 我就说 请你把 请你把 画好的作品跟我分享 就是他们都把它写成作业 但是他们都画好他们自己的作业 例如说我叫A 我只叫A 但是我说作业就是B到Z 全部都画完 而且是画十遍 旧学生很乖的很认真的 从A到Z画十遍 一笔一笔慢慢去画 你说它的曲线会不会用的 会啊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我现在先创造 我再重新讲 就是说 要请你们看 能不能等一下下课 就直接画完这个边框 画不完没有关系 反正这就是画画的 这就是画画就对了 我先把这个路径都先删掉 好 你看哦 我这边用钢笔工具 我从这个点开始画 点它 然后按住 然后直接往左下去拖曳 然后AUTO键按住 往右下 产生那个切线 然后按住 按住AUTO键 我要拉回来了 因为那个切线是哪里 一定是这个地方 一定这样切下来 所以按住它 那个 这边要是直线就不好看 因为你知道 哆啦A梦就是要有一个 那个胖嘟嘟的才可爱啊 所以是不是应该这样 这样画出来一点点 对不对 对吧 好 那 所以它那个绝对不是直线 一定要画那个曲线 然后AUTO键按住 然后往这个地方 再接下来点它 这边哦 这边我觉得因为太小了 干脆我先都点完 点完再局部去修 所以这个爪 因为它是动物嘛 所以我可以说是 爪 哈哈哈哈 对吧 不然说是手指啊 对不对 人好像可以用手指吧 好 这应该叫转 就是把它点完 都变成尖的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按住 然后AUTO键往下 然后这边 画完这个曲线 按住 那往这个方向 点它 这边都是直线 好 那这有点曲线对不对 就按住 然后稍微往内说一点 AUTO键按住 有没有 是不是要拉回来到这边 因为它是直线 所以你就直接拉到这条线上 点一下 这画出来一定是直线 直线 用点的都是直线 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呢 按住它 直接画到这地方 AUTO键是不是要开始平放 平放 你不能拉到它右边去啊 所以平放 平放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按住 AUTO键按住 拉下来 这边 就要把它的那个爪子先画尖形就好了 AUTO键按住 是不是要往平的这边 然后接下来按住它 直接去拖曳 AUTO键按住 是不是拉回来 可以哦 我就不完整的去画完了 接下来就要考验你说 看 看你能不能大概把它的一个轮廓先画出来 好 请你们动手画一下 等下来 这一块 要